Hello,大家好,我是庞老师 大家正在观看的是新加坡小学五年级数学经典问题系列视频 讲解中我会尽量还原做题思路,帮助大家提升解题水平 我们现在来到了是整个系列的第53题 让我们一起来看题 Mr. Sam bought nine notebooks of the same kind during a sale Mr. Sam买了九本笔记本,都是一样的 然后呢,Mr. Carl bought six such notebooks Mr. Carl是他miss call,他也买了六本一样的笔记本 然后呢,she also bought three pens at two dollar fifty cents each 好了,我们来看一看,这前面这三句 我们的Mr. Sam买的是九个notebook 我们假设每一个notebook加钱就是x 所以说他花的是9x 这里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的Mr. Carl 他买的是六本同样的笔记本 同时再加上了三支笔 所以说呢,它是6x再加上每一个是 不要再写钱的笔号,钱的笔号不需要再重复的写了 是2.5 times 3 其实呢,这也就是什么 是6x plus 7.5 这时候我们来看,他说 all together she spent one dollar twenty cents more than Mr. Sia 所以说我们的方程就可以得到建立了 加上7.5是等于9个x加1.2 也就是说我们的Mr. Sia的钱再加上一点了就可以了 这时候我们通过一项呢 得到的是3x equals 7.5 minus 1.2 6.3是3个x 所以我们的1x其实是2.1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本笔记本的钱 一本notebook的钱已经算了 2.10. What was the amount of money Mr. Sia花了多少钱呢? 我们可以先算9个x 18.9 然后呢,在这个钱的基础上 这是Mr. Sia花的 Mr. Sia花的钱呢 Mr. Sia花的钱呢 Mr. Sia还要再多花什么 Mr. Sia花$1.20 所以最后呢,加在一起是 Mr. Sia花$20.10 这就是我们的Mr. Sia花的钱 整道题就为大家讲解完毕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转发并关注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对我最大的鼓励